这是我的雕刻 像羽毛一样的 长得真好 这边被小猫给咬断了 这是上次昨天收到的盆 我想用盆里面装点土之后呢 看看能不能养多肉 应该没问题 我待会来弄吧 今天我要弄点豆浆吧 豆浆 这是一个制作豆浆的 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插上来 纯豆浆 如果是晚上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 大概到了早上的话 它就是非常热的那种 一会儿来看高报 计时 计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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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订个小的目标 每天坚持做十个 每日肉 这个掉了 它在自动的 就在打磨呢 声音不算太大吧 还算能接受 再打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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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水 水 放入水 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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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 如果有时候太饿了 我会吃点坚果 这水好浑浊啊 我想给他们换点水吧 终于好了 终于好了 终于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豆浆 哇 豆浆 豆浆 好烫好烫 小心烫啊 很热的 很烫很烫 方便清洗啊 还算 这个豆浆机我也其实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活动 当时送的 然后用着用着发现还挺好用的 现在用的还可以 如果还有什么好东西请帮我推荐一下 这个 太喜欢了这个 而且它清洗非常方便 就这样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豆浆 说实在 我一个人喝不完 可以喝到 喝到晚上 挺多的量 有昨天吃的剩饭 就泡在里面吧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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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味 我就想吃到它 就在原味中做了 比例是用心的 一般煮到 它就很生气 吃到有趣 吃到很小 吃到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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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置一段时间 然后再换水 这是茄子干 这是我的晚餐 还有豆浆 让我看一下 这是被小猫踩坏的 被踩的这个乱七八糟了 没错了 没有 我不是羽子把 我根本没头发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很棒 完成 我把这边摆放在阳台上面 等它们生长吧 好的 我要把这边清理一下 整理干净 好了 清理完毕 小猫可能饿了 给它 给它 给它喂点猫粮看看 它吃不吃 它不怎么爱吃猫粮 主要是 烏着 过来 Вот这个是猫粮 烏给我等一下 这来啦 我去吃 他不怎么爱吃猫粮 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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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猫哥 猫哥 很倔强的 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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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爱吃 你看 就喜欢吃高级的 这太低级了吗 是吗 太低级了 你想吃高级的 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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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不爱吃的 今天的天气不算太好 就是感觉不是很想出去的 但是没有办法 必须得让自己动起来 动起来的话 会好起来 今天主要去河边捡一下 石头看看吧 哎 下了这么大雪 我不知道能不能捡到一些河边的石头 河边的石头非常的光滑 而且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石头 那些石头挺有用处的 去弄一点 然后有些我可以放到菜园那边 有些可以放在 怎么说呢 再研究一下 非常喜欢捡石头那种 我们去看看吧 出发 猫咪乖 待在家里哦 我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 去去就来 我现在来到河边 然后发现这边围起来 然后又好像不让过去吧 但是我在这发现了一些黑色的果实 这是什么果实 我想这个种子可以用来做这种围栏 梨霸 那我想带一些种子 看看能不能在我们的花园 给它播种看看 种这个 看看性也非常好 我只去河边 但是好像全都封住了 不能过去了 所以不能去了 我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经过了市场 哎呀 忘了一件事情 忘了取快递了 我还得去 买了一些花生啊 还有一些明太鱼 喂小鱼 喂小鱼 喂小猫 小猫喜欢吃明太鱼 我还得去一趟 哎呀 忘了 天哪 忘了重要的事情 我购入了这个大的塑料盆 以后花园里面可能有用处的 我先留着 哇超大耶超大 这里可以装一些水 可以让一些动物喝水 它其实是用来做饲料的一种盆 非常坚固耐硬的 耐摔的那种 看真的 这大盆还是挺喜欢 挺耐用的感觉 我觉得它至少可以用 用很多年都不会出问题的 太结实了这个 然后这是我今天买的花生 这么多 一共用花费了55块钱买了这么多 它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 还有就是买了这个 买了黄花菜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这个我去年第一次吃过这个黄花菜 特别是冬天没有什么绿色蔬菜嘛 那我可以把它们泡在水里 炒菜的话特别特别好 而且它容易消化 是一种我们北方的一种特产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零食 我平时最爱吃的零食 瓜子 哇 瓜子 每次我都会买10块钱的 就够吃了 我可以把它装在一个盒子里 这盒子里装 装瓜子 好 这个瓜子 看刚刚好 刚刚好10块钱 我喜欢吃的零食 但是我想就是不要用塑料袋 看能不能直接跟老板问装字吧 10块钱 这样我就不用这样浪费塑料袋了 昨天就是快递太让我太让我发火 让我生气 让我就是感觉就是今天没有太大力气了 懂吗 就有点累的感觉 昨天就是耗费很多能量了感觉 今天我就缓一缓 然后明天继续 明天是第8天哦 那好的我们明天见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闪电灵感 昨天还好好的充满能量 充满力量 充满 充满激情 直到碰到那个快递 感觉他把我的所有能量全都吸走了 就像黑洞一样的 让我重新缓一缓吧 我在想他那种性格个性 他有一种特别的气场 他很适合当领导 而不是把他安排在前台 那人的气场太强了 我有点都心惊胆战 一进去就感觉不对劲 感觉那不是他的位置 他应该当领导的位置 哇这么好的联财 把他安排在前台 这不愉快 喜欢的话请订阅点赞 我们明天见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今天的所有视频全都完成了 第七天顺利完成 我们明天见 明天是第八集